红色家里血汗家里 不要碰台湾全民的疫苗 立委民间团体高喊口号 呼吁卫福部需谨慎面对 不应该让台湾物流公司家里大荣 承包疫苗的仓储物流与配送工作 民团认为疫苗配送至关重要 涉及国安议题 而家里大荣不仅多次违反牢基法 还具有红色背景 加上今年中国顺风控股 宣布收购家里大荣香港母公司 民团也表示 尽管台湾业务拆分到家里控股旗下的另一家公司 不在中国顺风管理范围 但他们质疑 透过先拆分再合作方式 也能达到中资利用港资入台的效果 他保留的这个仓储资产和台湾的业务没有卖给中国的顺风 那其实他保留住的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拿来未来可以跟中国顺风合作的筹码 一边顺风做物流 一边家里大荣 家里集团还有仓储的资产 那这未来就是他们所谓深度共管合作的基础 家里集团将来就是顺风的国际部 这样的国安危机 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立刻做出因应 对此家里大荣也回应 表示家里大荣自1954年成立 1990年上市以来 投资的股东都是符合台湾法令规范 投资的外资也经过投审会审核 是一家提供本地服务的在地本土物流业者 公司管制也遵守法律规定 新唐两台电视持千里叶云辱 台湾台北采访报导